在现在21世纪 许许多多的国家都往着广大的海洋在发展 中国大陆算是一个大主权的国家 但是中国大陆对于海洋发展 跟海洋的思维 现在正在起步当中 从卫星罩上面凸显出来是什么呢 上海的罩船厂 已经有三艘052D新型的巡洋舰 开始在建造当中了 这是否代表说大国即将要出海了 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海军有什么 有铝阳级的叫做中华神盾型的驱逐舰 没错 那个是试验的 现在在上海的造船厂 可以看到新的三艘船 这是卫星空洞照片 可能立冈你会觉得不是很清楚 对不对 没有关系 等一下有更清楚给你看 这个叫改良型的中华神盾 叫铝阳三型 它是全面的神盾升级系统 它即将媲美美国的阿莱伯克 神盾驱逐舰好 为什么 大家来看看 来看它这个流线型的外表就知道说 它与阿莱伯克非常的近似了 但问题在于说 这都不是所谓的逆向工程做出来的 这完全是 全新研发的吗 全新研发 全新配备 全面升级 为什么 铝阳三型叫做052D 它是最新型的反飞弹驱逐舰 预计要盖10艘 也就是说要建立10艘 成为052C的改良型 这种船 我可以跟各位说 如果说它完全建制配备成功之后 它就是辽宁号的植卫舰 它的性能有多么耀劲呢 我们现在可以仔细看 就是 你仔细看 它有五大的改进 包括先进的向位阵列雷达 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跟伯克机一样的雷达 可以接战365个目标 然后去攻击其中最具威胁性的12个目标 也就是说 我一次可以打下12架敌机 一次一次 为什么 因为它有垂直发射的飞弹系统 好 它的隐匿性提高了 为什么它的隐匿性提高 老实讲 立冈烟囱雷达都会产生热源 所以我降低了烟囱的热源 以及雷达所产生的噪音以及热源 可以使它在海上的时候 不会被敌军的雷达跟声纳系统先发泄 还有也就是这个 推进系统 推进系统 它在螺旋桨的车距之中 它减少了它的噪音吸出的分贝 可以使什么 对方的声纳系统很难发现 它是一艘多大的船 也许它会觉得是一艘渔船 但是开到你面前的时候 竟然是重达6000多吨的超级战舰 这就是它很多的改良 最重要的改良是什么 它自制的燃气涡轮发动机 立冈这个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你知道吗 当初要跟乌克兰买什么 叫做CT25000的发动机 也就是引擎 可是当时乌克兰只愿意部分输出而已 但是中共知道 如果取不得这个发动机的话 船舶功力是不能够大幅要进的 后来因为乌克兰的国力 日益往下降 终于决定技术全面输出给中国了 你的意思说技术输出等于说 中国大陆可以自己自行制造 这样子的发动机了 12万匹马力 所以说它得到这个发动机以后 自制了QC280 现在可以说为了这个神盾舰 为了这个中华神盾如虎添翼 好我们现在仔细来看 它有改良多少 各位这张图就可以非常非常的明确的告诉你了 前32后32立冈 前32后32什么你知道吗 膝带改良型 红旗9型反空飞弹 就是像 阿莱伯克及美国的船上 携带的标准三型防空飞弹一样 它总共可以发射64枚飞弹 它还有备弹 也就是说这一艘船等于是一艘什么船 等于是一艘武库 武器库 它可以不断发射 不断接战 只要我的神盾雷达不断发现目标 我就可以不断接战 而且最重要的还是那句老话 一点都不会累 为什么 因为系统会过热对不对 它不会这是最大的改进 然后它还携带了全面改良型的 K-27舰载直升机 它还可以当作预警机来用 好 这还有禁迫武器系统 禁迫武器系统 跟美国西方用的一样 公羊式的禁迫武器系统 还有多功能的火箭飞弹发射器 还有鱼雷 所以这么这么多这么多主炮 130公里的主炮可以发射穿甲弹 这么多的功能通通提升之后 你就可以了解到 如果有12艘的话 将来不但是辽宁号的直卫舰 而且它全部完成之后 中国海军就成为西太平洋的第二大海军 而且一定整个舰队实力 超越日本海上自卫队 看看052D这型的军舰正在建造当中 从上海的造船上上面 看到这是三艘 但实际上它未来的数量 会在快速的扩增 但是我拥有了海洋 我拥有了军舰 我拥有了航母 但更重要的是舰载机 目前的舰载机来说 未来会不服使用 但是现在这些研发的歼20 未来将会铸造出200多架 飞行在中国天空 我们现在来看 根据俄罗斯的军工信使 就是军工报的报道 它说未来第五代战机 就是四代半到五代之间 各国将要生产多少 1563架 世界各国总共会1000多架 其中它两款主力 是以F35 美国是F35 F22 那俄罗斯是T50 那我们可以看 常任理事国的五个国家里面 你看现在法国 没有 就是也没有研发 它愿意配合美国 英国也是这样 那三个常任理事国 唯独中国大陆 它要生产什么 六款战机 一个国家未来要生产六款 六款 从殲15 殲16 殲20 殲31 那现在就是说 值得我们注意的 未来的殲20 至少要生产200架 200架 它编配的连队是几个连队 三个半连队 那从这一点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大陆自经济起飞以后 它现在它权力的发展 是下一代的逆中战机 而这逆中战机 又以殲20 跟殲31为主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殲31 我们拿殲31 跟殲35比较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殲31现在它 它的外形 它的外观 它那个机身 跟殲35不一样 显然是殲35 跟殲22的混血 而这种混血 就是影响到了 它的进气口 我们现在比较一架战机 各位可以看 先看F35的基比 它基比越大 就是证明它雷达系统越强 然后第二个 我们看它后面的推力 这个是单发动 这个是双发动 那双发动 它推重比高的话 它可以载很多的弹药 然后第三个 各位可以看它的机身 它的机身显然是比较大 这个它就是说在灵活度 或者作战旋转半径上面 跟F35比的话 大概它不如F35 那最重要的 我们还有一个 当它的发动机 可以逆中的时候 我们可以理解到 当歼31它虽然性能跟F35 可以做一个比较以后 歼31就马上发觉它有一个优势 除了逆中以外 发动机以外 它只要在进气口跟航电系统的改良上的话 它绝对会超过F35 况且F35它从研发到现在 波折重重 还遇到了瓶颈 对 F35它要发展三种款式 所以它面对的问题比较多 不像歼31 它以空优战机为主的话 它不会走F35的老路 这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看到F31 跟F35相比的话 虽然目前它没有生产 但生产以后它改良的空间 比F35还要大 看看现在的战场的模式 是3D式的作战 陆军空军 包括海军 有了优秀的空军之外 像中国大陆的腹地这么的辽阔 但是在中国跟印度的边界之间 最近又起了一些冲突 但是在这个时候 中国大陆它就说到了 我一天之内可以有一万名的部队 到达中印边界 我甚至重装师 我也快速的可以到达印度边界 这个时候印度就开始紧张了 你中国大陆的崛起 对于我印度来说 会造成非常大的负担 所以我现在开始要干嘛 大量的采购反装甲飞弹 是 最近的消息指出 印度已经决定要花10亿美金 50亿 10亿美金去买最新的标枪反弹车飞弹 然后要装备它356个步兵营 那这主要针对就是在中印边界 米兰就是中国大陆跟巴蒂斯坦 它一直很怕被两个夹工 那其实印度自己本身 也有很大量的反正车飞弹 因为它以前就获得 法国授权的米兰反正车飞弹 它已经做了3000个发射筒 跟3万枚飞弹 所以印度它自己根本就生产米兰飞弹 对 所以它的数量其实已经很庞大 米兰飞弹也是很优秀的飞弹 可是为什么它会要重新采购标枪飞弹呢 其实理由非常简单 因为巴蒂斯坦在最近这几年已经获得了 中国授权生产的MBT2000 也就是哈利德战车 然后中国大陆有96改跟99改都出现 这三款战车都有搭配爆炸反应式装甲 已经对米兰飞弹来讲 它应付这一类型的战车 已经有点力不从心 特别是中国大陆的96改跟99改 在最近的世界十大坦克排行榜里头 它都挤进前十名 对 所以非常优秀 所以印度会非常担心 所以它必须要去采购标枪 标枪比米兰飞弹好在哪里 它第一个好的地方就是 它是用红外线导引 那并不是用有线的了 对 以前米兰是一个线导的飞弹 像我们那个托式飞弹一样 所以那种的缺点在哪里 你打出去之后 你要必须一直锁定的目标 不然的话它就没有办法瞄准目标 这个其实对人员来讲 这个铺路出来非常危险 如果说你用标枪的话 它是用红外线导引 所以你一打你就可以跑 所以你人员的安全性的大幅度的提高 那它的射程大概是2.5公里左右 而且它最重要的是 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是什么 因为它不像一般 像米兰飞弹这种反弹车飞弹 它是直接硬碰硬 直射武器 它去打你的装甲 那如果说遇到高爆反应装甲的话 它先把你的能量抵消掉之后 那你再去打它的组装甲 可能就穿不过去 可是像标枪这种飞弹 它厉害的在哪里 它根本不跟你硬碰硬最硬的地方 因为它是先往上飞 然后去打你的坦克顶部 这最薄弱的地方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飞弹会转弯 是 它会先往天空飞150公尺高 然后再往下去砸你的坦克顶 那我等于是由垂直的方向 由高空中往地面打 坦克最脆弱就是插着车顶了 因为没有人会把装甲摆在头上 因为正常你防护那边没有意义 可是你遇到这种飞弹你就完蛋 包括美国的爱布兰战车M1A2 它照样防不了 实战证明它已经可以直接攻破它 而且它还有更厉害的一点是在哪里呢 它除了会顶弓之外 它就算是你就算在顶部上 你也把它贴爆炸反应式装甲好了 一样无效 为什么 因为它采取的是重劣势弹头 它是双弹头 双弹头 它第一个弹头先去诱爆你的 高爆反应式装甲 爆炸完之后 它第二颗弹头再去打你的装甲 所以你根本防不了它 这是它厉害的地方 然后它还有一个更诡异的 不像我们一般的RPG 我们一射出去后面好大的火 所以人都不能站在后面 还有火焰的 第一个会容易暴露你的位置 第二个站在后面的人都很危险 所以你不能够在隐蔽的地方去打 可是这种飞弹厉害在哪里呢 第一个它尾印很小 第二个它的飞弹射出去的时候 你看是不是没有火焰的 没有火焰 它会射出去一段距离之后 才开始喷火才前进 也就是说这飞弹从飞弹桶射出去之后 它到了外面之后才开始加速 它等于是先弹出去一段时间 因为这时候你已经瞄准了 所以他们通常都两个人配备 我已经瞄准 我已经瞄准弹出去 然后我就开始跑 所以等到你看到飞弹出来的时候 它发火攻击的时候 人已经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所以根本很难攻击它 它又可以 它不只是在空旷的地方可以这样做 因为它尾印很小 所以它躲在比如说屋子里头 躲在一些小巷子里头 我一样可以攻击你 你根本看不到我 所以这种飞弹 就是它厉害可怕的地方 在实战里头2003年 美军已经把它使用在 柏安战争上面 得到很好的效果 包括T72 或者中国制的690战车 根本完全没有办法抵抗它 都是直接被贯穿 那最近甚至 还有一些 那个荧幕画面显示 那个T72 就算新改良的T72 照样挡不住 一样都被它贯穿 所以如果印度 大量取得这种兵器的话 我相信它的反战车能力 一定会大幅的提升 看看印度 它现在买的标枪飞弹 这个飞弹是美国制作的 但是美国为什么要卖给印度呢 当然最重要的是 由西南巷来牵制 中国大陆呢 但是在现在的这个时候 美国自己当然要研发 更重的战车啦 有多重呢 比M1还要再更重的战车 没有错 现在这个战车呢 基本上它还没有正式的量产 所以目前是在 试作的一个阶段 但是原型大概已经出来了 所以它的试作形 像我们现在图上 看到这个 那我们给它一个代号呢 就叫做GCV 那这个是它的代号 那基本上呢 其实现在我们现行的 有一个叫做M2的这个步兵战车 是布雷得力 那这个战车呢 基本上是现在美军现在 现役使用的 但是它的下一代原则上 就会在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GCV 哇同样是可以装甲运兵 但是上面载的主炮大小 完全不一样 光看这个炮的大小不太一样 那我们先来对照一下 就是说这两款战车 这个步兵战车 现在比较大的不同的 第一个地方是 现役的这个布雷得力 因为它其实是人员的 运输人员用的步兵战车 所以基本上它的装甲什么的 其实都比较轻薄 所以它在重量的部分 它只有27.6吨 但是你看它这个 就一般装甲运兵车的重量 没错 但是你看现在这个GCV 它的重量是多少 84吨 将近是它的两倍重 对啊 根本就是一个 两倍多了 庞然大物你知道吗 这么大一台 对 而且它的操作人员来讲 其实你看像这种步兵战车 它最重要的驾驶一定要有 所以三个人 三个人 这个都没有问题 操作也都一样 但是原来在这个M2的战车上面 它的人员的吸行量 全副武装的吸行量是6个人 但是在规划中的这个GCV 它以后出来之后是9个人 所以它的人员占运量也变多了 再来就是你刚刚看到 这个炮的大小也都不同 对 这个是一般的这个链式的机 这个机枪 然后这个就是用到机炮的部分 完全就是战车炮了 对 所以现在你刚刚看起来 就光它的重量或什么来相比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现行M2的这一个发动机 就几乎推不动这一台84吨的这个 GCV的这个试作型的这个人员战车 然后再来就是说 你看它的行程的速度 就比较大就是说 因为其实人员战车 它要的是一个机动性 还有它的载重量 那以自我现行的M2来看的话 它的最大行程是483公里 然后它的最大速度是66公里 但是目前由于它还没有正式的在运作上面 所以目前这两个这个数据都还是被保密的 好 那我们来看说 这个数据上比起来说M2是27.6吨 那这个GCV到巴斯顿 看起来好像没有再大的差别 可是以我们现行上的这个坦克来讲 我给你做一个比较 你就知道它巴斯顿有多夸张你知道 以我们台湾现在有这个M60A3的这个坦克 我们目前的主力战车 对对对 它的重量是50吨 也比它轻 在二战的时候 德国的这个虎一的坦克 它的重量是63吨 它重了一点点 那在M1 就是美国现役的这个M1战车里面 它的重量是67吨 而在二战的时候 德国这个虎二跟虎王的战车是76吨 但是我们讲说这个GCV 它现在做到多少吨 84吨 哇更重 比这个全世界最重的战车还要重 没错 可是你会觉得很奇怪的是 你知道在战场上最重要的是什么 运动要神速 你如果是一个很缓慢的一个物体 讲难听一点 慢慢的走 那就被人家帮标把他打 可是美国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 研发这么大型 看起来又很笨重的一个步兵战车 这其实从两场战役里面延伸出来的 一个就是这个伊拉克的战争 还有另外一个是阿富汗的战争 在这两个战争里面 美军发现到一件事 就是他的人员伤亡不是因为正面交战 而产生的伤亡来的比较多 他最多的伤亡是什么 你知道就是人员坐在装甲运兵车里面 结果被那个简易的爆破装置 炸坏了车子 甚至人因此而受伤死在里面 所以美军这时候就想到说 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 未来战场有没有可能都朝向这个方式的发展 再来就是我就增加我的载运量 人员的载运量 所以他就想到一个方式就是说 好 我就研发一个更大型的战车 我在我的复合装甲上面 或者是我战车的底盘上面 我都加装了 让我的这个装甲的这个防护力变得更强 所以一般的那些炸药就没办法破坏掉我的战车了 对 他打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如意算盘 以后我的人员 而且里面空间大 他们还有一个理论说 因为空间大 所以我受到爆炸的时候 我那个震波的那个冲击 可以因为空间而被减缓 我就保护了我人员 你看现在这个画面上面的这个画面 就是他们在测试的时候的这个方式 你看这个角度看过去 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庞大 真的真的非常的庞大 好 那问题是现在回来的 就是说你今天要研发这样的战车 而且美军已经讲说 他们预计在2019年的时候 他们这个GCV就会进入量场的阶段 好 可是问题就来了 很多专家就会开始担心说 你做出这么大的一台的这个步兵战车 那问题是战场的地形 不是都这么的平稳啊 对不对 而且有些地形在战争的状态下 很多地形是被破坏的 那你可能要爬过 你看像旅带车辆 很多其实要爬过山坡 对不对 可能有时候要涉水塘 那你这么庞大的一个物体 到未来会不会形成一个运动上面的困难 再来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坦克车基本上像我以前在炮兵部队 我们很多都是履带的车辆 其实这个不管是战车 炮车或者是步兵的这个装甲运兵车 很脆弱的地方其实就是它的履带 那你不断地去加强它的这个装甲的部分 增加它的重量 其实对于你未来在战场上 减低人员伤亡有没有帮助 很多军事专家也在这边提出了质疑 看看这么大的战车 这么大一台战车 虽然它防暴性更佳 可是它的运动性当然会受到打折的 尤其台湾像这么多的农田 都是那种水稻田 这种87公顿的战车 啪个下去 可能真的会爬不起来呢 但说到我们台湾 现在各个国家都在研发新的战机 或者是购买新的武器 可是台湾在我们现在的空佑武力来说 是以F-16A跟B型两种为主 但是现在老美要开始推销我们了 不是推销更新型的战机哦 这就原来推销的是F-16C跟D耶 立冠 即使我们已经有F-16A跟B 而且已经是升级后的 而且数量也不差有100多架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还有另外一款战斗机叫F-51 F-51你知道现在剩几架吗 越来越少啦 对 快没零件换啦 就像一部老车子开到快 没有零件可以换啦 从当年的300多架现在只剩50架 然后呢 机型老旧 然后停产的停产 零件已经找不到可以更替的 所以我们本来一直希望 在103年就能够太久换新 结果呢 我们就一直想要 弥补它的空缺 要跟老美买什么 买F-16C跟F-16D 一个单座一个双座 但是老美你也知道 爱卖不卖的 是不是 之前根本不愿意卖给我们啊 好 那现在有出现转环呢 为什么 为什么现在要卖了 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 亚太小组主席下坡 他就讲说 画面中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飞机 可以哦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审议你们的 台湾政策法案 我们正考虑 欧巴马总统已经交代了 要拟定一个新的 售台军事计划 其中就包括F-16C跟D 好了 你台湾爱 我通通卖给你这样子 好 那么我们晓得呢 这个法案如果可以通过 而且也可以买到的话 那不就是皆大欢喜吗 美国赚了钱 我们台湾的军事力量 也是跟着提升 对不对 对啊 但是你可能想不到 嘿嘿 几年前跟几年后是不一样的 时空被情的转换啊 对 物换心仪的结果 现在我们国防部副部长 杨念祖他却说 嗯 我们不要浪费或不必要的投资 因为他说我们F-16A跟B升级之后 其实战力已经很大的提升了 那你现在买F-16C跟D 有这个必要性吗 我们可以买更好的呢 我们不要着眼于现在迫切的需要 我们应该要把眼光放远 我们要的是未来能够更提升 我们空优战力的战机 对啊 要的话是要第五代战机 而不是买这种已经过时的旧型的战斗机 言下之意什么意思 言下之意就是你要卖 我还不想买呢 因为我觉得它不够新 不够好 OK 观众朋友你知道吗 其实我们买战机不是一件这么容易的事情 我们需要先向老美抛出买价单 他们再推给我们卖价单 再经过立法院的预算审核 然后再交机 你知道前后加强要几年吗 多少年 十年 什么 十年啊 神经了 十年的飞机早就被淘汰掉了 所以如果说现在老美就算我现在讲话的同时 他说我卖给你 我告诉你那也要2013年 2023年才交机 十年后我们才会看到那个飞机飞进来 我还要F-16什么CRD啊 那时候那个中国大陆早就已经飞到什么飞机了 可能是歼35 38了 对啊 好 OK 所以呢 杨晏祖说的这番话 等于就是什么 等于就是给了你一个耳光 给了美国一个耳光说 哎呀 你这个卖那过时的战机我们还不一定要 那么到底我们想要什么呢 立冠 我跟各位讲 日本一直很想要跟美国要什么 F-30 F-35对不对 对啊 我们其实也想要F-35 而且最好来一个什么 F-35B可以垂直起降的 哎呦 我们这样子可以不用跑道就可以垂直起降了 对 你要知道台湾的土地南北短嘛 是不是 你看高速公路都有战备跑道 为什么 就是要因应如果真的有开战的时候跑道要是被人家炸了 那我们的飞机要怎么去起降呢 垂直起降是不错的哦 我们甚至有政要已经直接在华盛德友报投书说 F-35啊 不错 F-35B 那是更好的 但是其实我们刚刚私底下也有在讲 我们一开始不是在讲俄罗斯都已经有T-50了吗 这种尖辑型的 算是尖辑型之王啊 俄罗斯空军的皇冠的宝石啊 为什么不跟他买 但是你跟他买老公一定反对嘛 是不是 所以目前我们还是只能看老美的脸色 只是这个脸色我们也不是完全都赏你的光 你F-16CD不用啦 F-35 比较快来啦 哎呀 美国人啊 他现在要创造他的经济 他要创造他的就业机会 他要把那个已经快要关掉的F-16的工厂 要继续恢复生产 那最好方式呢 当然就是卖飞机给台湾啦 把那旧旧的10年20年前的老飞机卖给我们台湾 造就他们的经济 造就他们的工业 但是对我们台湾来说 买这么旧的飞机划算吗 当然不划算 等到飞机上天空飞到台湾上空的时候 这时候别的国家早就不知道飞到第六代飞机了 但是呢 我们想买新的飞机 老美还未必会卖给我们呢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 韩国却想要跟美国买最新的飞弹啊 韩国海军最近像什么 像联合参谋本部说 我们应该要买标准三型了吧 什么叫标准三型 一个概念 我们现在海军用了什么 标准二型防空飞弹 已经非常好用了 美国在伯克级驱逐舰上 就是配备了标准三型 因为它具备什么能力你知道吗 它不仅仅是可以防御整个舰队的领空 它还可以打下弹道飞弹 天啊 它可以几乎打到外太空了嘛 你讲的完全没错 它的功能里面还包括打下近地卫星 也就是低轨道卫星 但韩国干嘛要这么好的飞弹啊 好 那这个有学问啊 对不对 你怎么会说 我们还要用到这么好的东西呢 因为标准三型现在只有两个国家有 一个叫荷兰海军 一个叫日本海上自卫队 为什么 日本有 只有日本有 为什么 因为你作为美国的最前线 你理应要有 好 现在韩国 南韩要干嘛 对 南韩要干嘛 因为韩国只有爱国者二型 以及标准飞弹二型 也就是说它的陆军只有爱国者二型 它的海军只有标准飞弹的二型 那现在我们就来比较一下爱国者三型跟标准飞弹三型它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好 它是一个爱国者二型 我们也有 我们现在也要进展到三型 那韩国本身也准备要买在陆基的爱国者三型 但是爱国者三型的拦截距离只有10到15公里的高空 那海基的就是我们刚刚看到伯克琪上面攜带的标准三型 它可以打到10倍以上 150公里 150公里 这就可以解释我刚刚说的 对 可以打下弹道飞弹以及低轨道卫星 好 可是问题在于出在哪里呢 最大的问题出在哪里你知道吗 钱 为什么说是钱呢 你刚刚一枚爱山 22亿韩元 一枚 听清楚 一枚标准三型 150亿韩元 怎么差这么多啊 好了 我们又没概念了 坦白讲150亿就是4亿台币一枚啦 这样一枚上去就4亿了 4亿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要卖给我们 我们还要想一下到底买得起买不起 我们要买那个干什么啊 对 我们买这个干什么 那现在韩国海军竟然要买 打一颗就是4亿台币的东西 比它贵了7倍 韩国买这个干什么 打到150公里 洲际弹道飞弹要打也打到美国去了 它在飞到150里高空 怎么会打到韩国本土啊 现在有最实际的要求 先不要讲武水端好了 光是讲低威胁的炉洞跟飞毛腿 炉洞跟飞毛腿它打下来的时候是多少 5到8倍音速 拦截时间只有5到7秒钟可以拦截 目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的 只有飙三 只有标准三行做得到 所以你非买不可 好 但是这后面没有其他美国阴谋吗 大家来看这位是谁 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希 他不是上个礼拜跑去日本又跑去韩国 对不对 绕一圈回来 好了 现在回来 马上讲一句话 什么话都不先讲 现在是建构美日韩三国联合防御体系最重要的时刻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卖给韩国标准三行飞弹 这样才能够跟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标准三行 和美国博客级的标准三行 建立一个美日韩三国联合防御网 这样才能够有效对付北韩 但事实上只是这么简单吗 北韩我刚刚讲过 卢洞跟飞毛腿都是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邓普希最主要的暗示就是要防卫即将吸出太平洋第二岛链的解放军海军 这才是他最重要的重点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今天邓普希能够游说韩国海军建立起标三的 什么系统的话 一枚四亿台币 那又是帮美国国防工业帮了一个大忙 真的是一举多得 终于看出美国人的阴谋了吧 看看美国 美国人的阴谋方面要创造他的就业奇迹 但是你要用着这么好的飞弹来打北韩 不太对吧 北韩就像只苍蝇一样 你居然用一颗大炮去打他 当然其最主要的目的还是针对的是中国大陆 但说到北韩开城工业区 已经官场关了好一些时日 许多南韩的老板心里痛啊 为什么我的设备我的财产全部都在那边 现在该怎么办呢 但是金正恩他现在该怎么做呢 在4月27号的时候 南韩政府要求企业撤出的开城工业区 结果4月30号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北韩透过他的官方媒体 发表了一个很措辞强硬的一个说法 他说如果南韩你敢关的话 我们大家走着瞧 那可是我们就会觉得很奇怪 要测开城要把它封掉了 不也是你北韩吗 对啊 为什么你南韩现在有这样的动作之后 你北韩这么的生气 起床了 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开城工业区 其实在两韩之间 开城工业区 一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其实在2007年10月3号的时候 当时韩国总统的卢武炫 他曾经跨过38度线 当时跟北韩的领导人 金正日举行的两韩高峰会 当时其实卢武炫有提到 就是说是不是可以把开城工业区给扩大 而且当时还有一个传闻 就说在那个金正日那边 其实也有一个负责人 他去跟金正日讲说 其实这个成效也都做得还不错 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弄得大一点点 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 对北韩有好处 结果没想到金正日 听到这个事情非常生气 你知道就把这个负责人给隔职了 而且还下了一个决定说 九朝一日我一定要关掉开城工业区 为什么 对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开城工业区 似乎对北韩是有帮助 对啊 它是创造北韩的一些就业机会 跟所有的裁员 都从这个开城工业区 可是金正日担心 因为那么多人去接触南韩之后 会不会觉得南韩好像比较好 就形成了托北者 脱离北韩的人 越来越多人有这个心有旁骛的时候 或者又心有恶念的时候 对他来讲 当然是不能够接受的 这样子政局就会不稳了 思想就不纯正 金正日其实就已经下了这样的决定 而金正恩今天刚好就帮他怎么样 就帮他达成了这样的一个计划 好那现在问题就回来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这样子开城工业区封闭 封闭之后 那大家会想说 那北韩的下一步会是怎么做 因为现在南韩的人都撤走了 那这里面有厂房 有设备 怎么办 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北韩会不会采取一个叫做南斯拉夫的模式 这是什么样的模式 什么叫做南斯拉夫模式 就在1960年代的时候 其实南斯拉夫政权当时实施开放的政策 那他大举的吸引了西方的资金进来做什么 就设工厂买机器设厂房做生产线 那做完生产线之后 结果南斯拉夫当时用了一个方法 提高税率 提高税率之后 那很多这个企业就觉得说你税加我中了 那我整个营业上面我就不敷成本了 所以他就撤离 撤离了之后 可是你看厂房也盖了 对不对 那搞不好机器都还留在这边 结果南斯拉夫他就怎样 他就自己拖 他就自己接管了 接管下来之后 就自己做工厂 你看现在跟开城工业区是不是很像 南韩的人把人给撤走了 机器还在这里 厂房还在开城 而且其实为什么人家会这样怀疑 不是没有原因的 因为事实上北韩曾经有一个叫做金刚山事件 金刚山事件是在2008年的时候 当时一个韩国的女游客 他到金刚山去旅游 结果就被北韩的士兵枪击 结果这个游客就死了 那死掉之后韩国政府就相当的不满 他就宣布停止了金刚山的旅游计划 那这个旅游计划一宣布停止之后 其实让北韩也非常非常的生气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那个地方本来是北韩要赚这个外汇的钱 要赚观光客的钱 结果你这一进来之后 你就影响了我观光发展 所以北韩后来做了一件事情 什么你知道 北韩在2010年4月的时候 就没收了金刚山观光地区的韩国资产 就把你这些什么旅馆 什么通通都没收了 南韩投资的 他居然把它全部没收了 没错 为什么没收 因为你封锁我的旅游 导致我没有办法赚钱 那你要赔偿我的损失 对不对 就把这些财产 就把这些财产都没收了 而且更夸张的是 在2011年的时候 北韩他用韩国政府放弃这个地方为理由 他原先其实说全策 其实还有留下十几个人在那里驻守 因为总是一个资产 结果北韩更夸张 就把这些人通通都赶走了 通通把他赶回去 那最后就接收了这个 所以大家也就怀疑说 那北韩现在有没有可能 采取这样的一个 就是所谓的南斯拉夫的 这种接管的模式 那接管的这个模式进来之后 其实南韩也会担心 对不对 南韩会觉得说 我有投资设备这些东西在这边 结果你现在莫名其妙就把我接管掉 所以南韩这边也讲出来 就说好 没关系 那我可以怎么样 你的开城工业区里面的水 对不起 是我南韩供应的 开城的水是他们供应的 你的电 对不起 是我南韩供应的 电也是38度线以南送上来的 没错 如果你今天要这样二搞的话 没关系 我通通把你给关掉 断水断电 你就算接收我的设备 你有本事自己加线 自己拉水线 自己拉电线 你要你真的接收 大家看着办 但是现在有统计就是说 如果真的是这样做 其实南韩的损失会很大 为什么 因为根据统计 它大概会损失到 9495亿元 这样的一个投资的设备 可是你看北韩在这个地方 开城工业区 你以为南韩那么容易进去 要盖就盖吗 然后要买东西 没有 你要土地 对不起 北韩政府跟你说 要地 给钱 我原先这里面有房子 你要盖新厂房 对不起 给钱 我这里面有军队驻扎 因为你要投资设备 然后我军队要移房 对不起 给我钱 什么通通都要钱 而且你看开城工业区里面 你看他一百多家的南韩企业 然后还有这个三万五千 五万三千多的北韩员工 他们也都没有拿到钱 他们的薪资是会进他的户头 但是他没办法从户头紧钱 他们要拿什么 配级券 拿这个配级票拿到市场去卖 再换钱回来 所以你看北韩真的有可能 为了他的人名 去跟南韩呛下说 你敢关开城工业区吗 很多人就要怀疑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看看一个开城工业区 所有的设备所有的厂房 现在呢 全部因为政策的因素 而耽搁在那个地方了 但是说到一些设备啊 航空器这样的飞行器 安不安全呢 波音747的科技 飞在阿富汗的上空 但是却突然之间坠落了 什么原因呢 休息一下 来告诉你 兼으